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虹頻道 今天是2024年的元月13號 有一個台北花友寄了一堆蝴蝶蘭給我 我在三天前收到的 到了現在應該經過了三天四天左右 從它寄出來應該過了四天五天 放在這個箱子裡面 那這個花呢 到底長了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曉得 那個花友跟我講說 他養這個蝴蝶蘭 養一養都不太會開花 所以叫我接收一下 那這些花有沒有問題我也不曉得 理論上在現在冬天來講 蝴蝶蘭要出問題的機率不高 如果是夏天的話 肯定一定有問題 好 那現在我們先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跟各位做 帶各位來看 然後順便看看怎麼處理 有問題的才需要處理 沒有問題的就不用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帶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你看一整箱一大堆 這到底有幾株啊 好多株的感覺感覺有十幾株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蝴蝶蘭 我們一株一株來分析 目前這個蝴蝶蘭要我看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發黑的部分 這個葉子比較危險一點點 不過這個感覺沒有立即危險性 但是我會建議切掉會比較好 比較保險 那這個葉子看起來黃黃的 有點看起來像是有受傷的感覺 有時候癢癢就會發生這種問題 葉片黃黃的呢 表示它缺肥 這幾片 那新長的葉子呢看起來算是正常 可能後面有施肥 但是好像不曉得什麼原因 這裡受傷了 這受傷的地方呢 建議拿個刀子把它割掉就好 氣根這個狀況呢 氣根長這個樣子算OK 沒什麼太大問題 局部發黑 局部發黑呢算正常 不算很嚴重 很嚴重的話就會很多處發黑 就比較嚴重 這樣子看起來算還可以啦 接下來只要將這個直接上板 就OK沒什麼問題 這個理論上影響不大 就這片葉子 這葉子切掉就好了 我們看下一株 看起來就是開完花的 給各位看一下開完花 被剪掉了 這個看起來是算正常健康的 那各位你現在看到這邊是不是有黑色的 就是壞菌感染 蝴蝶藍的氣根發黑 就是有壞菌感染 我們每次都跟各位介紹過 如果你的蝴蝶藍是用盆栽養的 那基本上發生這種狀況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幾乎是百分之百一定會發生 那有的氣根呢 可能是這個可能是老化 然後它已經枯掉 OK啦算正常啦 這樣子也算正常 那你看它的這個戒指呢 到現在還乾乾的 我在猜啦 可能它比較少澆水 因為澆水頻率太多的話 反而容易爛根 如果你用盆栽養的話 尤其是水苔 因為水苔它非常非常的吸水 大概澆一次水 大概可以撐很久 不用澆水 如果你刻意澆水的話 反而會更糟糕 好 當然上板 例外 如果你拿上板的話 其實是沒什麼問題 上板你愛怎麼澆水都可以 那這一個呢 看起來裡面的水苔被它拿掉 看起來都很健康啊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以為葉子掉 看起來這個也很健康 沒有太大的問題 換下一株 換下一株 目前看的三株 只有第一株 小問題 不算嚴重 這一株 這株看起來長得徹牙 哇 這樣子看 也沒有很大的問題啊 這很正常啊 可能不會開花 它就不想要了 就丟給我 叫我處理 那我們之前呢 其實有搶救一批蝴蝶欄 也是這個花有給的 那當時那批蝴蝶欄呢 就蠻嚴重的 這次看起來就沒有這麼嚴重 那這一株呢 看起來就是 你看 我這是 蜘蛛網嗎 這什麼 你怎麼會有蜘蛛絲在裡面呢 什麼東西啊 我找個東西處理一下 怎麼會有像蜘蛛絲的東西在裡面 奇怪 這這個 這種情況下 啊 毛毛蟲 可能是毛毛蟲 有一種毛毛蟲 它會結絲 產在裡面 然後一直咬葉子 你要找出來 當然 你要用有機的方式處理的話 可以考慮葵烏露 或者是 樹立菌 建議用樹立菌 白將菌跟黑將菌我就不建議 因為等你把它噴死了 可能這個花可能被咬爛了 該不會被處理掉了 沒有看到蟲耶 可能之前有蟲 因為新的葉子沒有被咬過的痕跡 這看起來是舊葉 舊葉被咬過 舊葉子被咬傷 新長的中心的葉子沒有被咬過的痕跡 表示說這個 那個那個蟲可能啊 我在猜可能它已經成熟 飛出去了 已經變成蝴蝶飛出去了 其實它不是 它應該不是蝴蝶 應該是鵝類 變成鵝類的成蟲飛走了 那可能之前在這邊 在這邊有吐司了 在這邊一直咬這個蝴蝶藍 那個這個花有沒發現 那這一株呢 看起來這個 這個是算是剛剛目前看到到現在 比較不理想的這一株 這一株 我們可以把它列為觀察對象 因為它的氣根只剩下 一二三四四條而已 那下面的部分呢 被它撿過 那我也不曉得到底好的還壞的 兩個短的 看起來有三個短的 兩個長的 七根 看起來不是很理想 這可能需要 稍微的處理一下 但是 還沒有達到這個 立即危險線 我們先放旁邊 沒有立即危險線 怎麼這麼這麼多的花 這個看起來 再來 葉子受傷 是寄送的過程中受傷的嗎 三天內應該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這個 這個葉子這邊受傷 可以考慮切掉了 如果覺得難看的話 切掉它 這片葉子底下也有受傷的痕跡 整個看起來算OK 不是很嚴重 這種 這種 這種傷口呢 只需要 葉子切掉就OK了 這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像這種 長葉型的花 我再猜它可能是 小朵花 小花 而且我不會猜它是蝴蝶藍 它有可能是朵栗藍 跟蝴蝶藍的膠種 我猜的啦 因為蝴蝶藍的葉子都是比較粗大 這有可能是朵栗藍 那並不是正統的蝴蝶藍 朵栗藍加蝴蝶藍的膠種 但是好像也是 那如果在網路上賣的話 好像也是叫做蝴蝶藍 就統稱啦 有基因在 因為他們氣根很像 OK 我們再換其他的看看 這一株呢 看起來 OK 啊 基充過程壓到了 這片新葉 你看 葉子 壓到裂掉了 壓到受傷 這一株氣根也略少了一點點 略少 看起來可能之前養過 養了一陣子養得不漂亮 氣根都養不起來 這樣子氣根算養得不是很好 這種氣根 跟剛剛前面幾株比的話 這個算是 第二差的 但是他還沒有達到需要觀察的對象 OK 我們放旁邊 這個 這個跟剛剛前面也是一樣 好像葉子 稀稀長長的 給各位看 稀稀長長的 這大概也是屬於 蝴蝶蘭 跟朵莉蘭的膠種 那看他這個 蝴蝶蘭的氣根長這個樣子 就算是健康 這個才算正常 剛剛前面看那比較少的 那個氣根比較少的就是有問題 問題比較大一點點 對我來講呢 我要搶救的話算簡單 那我們只需要牽一條水繩 就可以搞定 不然就是要常常的澆水 放在一個可以自己早晚澆水的位置 那以這個氣根的數量來看 偏少的話 不是這一株 我們剛說前面那一株 這一株 這株如果氣根偏少的話 建議牽水繩 所以呢 我們列為觀察對象的時候 我會教你怎麼處理這個株 那這個呢 氣根這麼多呢 就只要上板了 隨便噴一噴噴水 每天澆水 有澆水就可以了 就OK了 他的氣根就會正常的生長 就會長得很好 再來我們養外面呢 最怕的就是蟲害而已 你只要把蟲害處理好的話 他其實可以養得很漂亮 如果你放在沒有蟲害的地方養的話 他會養得很好 如果養了一對蝴蝶蘭 就可能會出問題 OK 我們現在換下一株 好 我們來看這一株 這株看起來很健康 哎呦 有開花耶 感覺有花梗 那氣根呢 算還OK啦 這種氣根算正常 旁邊好像有側牙 我說過蝴蝶蘭要長側牙的機率不太高 這剛好好像有長側牙 是側牙嗎 看起來這樣子一片葉子 長這麼奇怪 怪怪的 好 OK啦 這個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前面拿了幾株呢 起來看 發現這蝴蝶蘭在冬天的時候呢 這樣寄送呢 放在箱子裡 放了四五天 應該沒什麼大礙 看起來是沒什麼大礙 你看看起來很健康 這樣子算健康了 網路上拿來賣 賣錢的應該是OK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 這株也沒問題啦 看起來沒問題 好 這株 這葉片蠻多的哦 2 4 6 8 9 9片葉子 9片葉子 7根 OK 正常 沒問題 這也沒問題 這後面怎麼拜拜的 哦 好 遇到有問題的來了 各位 翻了這麼多株啊 終於啊 那有問題的 來 各位 你看 葉子會葉貝 這個好久沒碰到 這個 這你各位 你看這痕跡 這叫做紅蜘蛛啊 你現在放 剛才我們放在一起 我不曉得這裡有沒有紅蜘蛛啊 各位 我們當初呢 也有介紹過這個紅蜘蛛的影片 那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紅蜘蛛 如果假設 假設這有紅蜘蛛 建議你每天都要用水 噴 沖 沖這個葉子 因為這一株已經跟其他株放在一起了 哇 所以這所有的 蝴蝶藍 你 如果是我處理 我一定 我一定把他上板 放到室外 然後呢 每天都要澆水沖洗一次 不然的話 這個 如果還真的有紅蜘蛛的話呢 他會擴散 會去 會擴散 會咬這個蝴蝶藍 目前看起來 這一片 一二 這兩片葉子有中 中標過的痕跡 其他的葉子 看起來 新長的葉子 沒問題 只有舊的葉子有問題 所以還是要小心一下 要小心一點 不曉得還有沒有紅蜘蛛在上面 無法保證 那我們就是要當作他有紅蜘蛛 之後上板之後呢 就是用水噴他 每天 這樣沖洗一次 沖洗一次 這是最理想最保險的 OK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 就這樣解說就好 因為這個不是很 不是很嚴重 你要試著 澆水就可以 紅蜘蛛他最怕潮溼的環境 只要將這個潮溼的環境 讓他噴濕的話呢 這紅蜘蛛就不會上升 所以這個暫時沒有立即危險性 我們就這樣處理就好 那日後呢 如果各位如果真的有碰到紅蜘蛛的話呢 就 參考 剛剛前面的說法去處理即可 那我們現在換下一株 這個蜘蛛 哦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趣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受傷痕跡 那很多花油呢 像我剛講這個花油他住台北 這看起來我敢說這是 鳥吃的 小鳥啊 那很多花油呢 他 像這個台北花油一樣 就住在大都市 他養著蝴蝶蘭 那都市的鳥呢 他沒有什麼東西好吃 他只要看到蝴蝶蘭有花苞啊 這個嫩葉啊 他就喜歡咬 像這個痕跡呢就是很明顯 我個人認為他是鳥 去啄他咬出來的痕跡 這不是什麼蟲咬的 這是鳥吃的 這個可能很少人會碰到 那有些花油碰到的時候 就會想說這是什麼蟲害 為什麼 怎麼會有這種痕跡在 怎麼一瞬間 就葉子就被咬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鳥吃的 各位 給各位多一點經驗 多一點嘗試 剛好碰到 我先拿來講 那這個氣跟方面呢 來講的算偏少算正常 偏少正常 但是沒有到立即的危險線 放旁邊 放下豬 這一豬呢 看起來哇葉片很多 氣跟很多 這個看起來可能是 也許啦 寄送過程中壓傷的也有可能 因為我們在寄送的過程中 他也有可能會像這種嫩葉 有可能會壓到 擠壓的時候 受運送的過程中 擠壓受傷 也有可能 像這個 欸 這為什麼 這有這樣子一個痕跡在呢 神奇 是壓到嗎 不對啊 該不會也是鳥 被鳥吃的 可是鳥的切口怎麼會切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有一種情況啊 就是 在寄送過程中 擠壓到 裂掉 然後這幾天呢 剛好 我不是說放在箱子裡 放了三天嗎 剛好傷口乾燥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是 寄送過程中壓傷 如果是鳥的話 咬的話應該會 會有好幾個痕跡 不會只有一個痕跡 可能是壓傷 OK 這一株算 沒有什麼危險性 沒有危險性在 好 換這一株 這一株這樣子來看 OK啦 正常啦 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問題 看不出問題 這一株呢 我這株有 有一點點問題 怎麼看呢 我們剛 剛前面呢 都沒有 我沒有注意 我沒有很注意看 因為我看起來氣根蠻健康的 這哪裡有問題呢 這裡 你們看這邊黑黑的 下面黑算還好 上面黑就不太好 上面黑就表示說 之前可能 可能有壞菌感染 這對 這部分 那這株呢 我們列為觀察對象 到時候呢 我們會試著剪看看 剪看看 看看下面有沒有感染到什麼程度呢 所以這株呢 我們列為觀察對象 好 這一株呢 我這樣子看起來 你看 這個 有沒有 那很多花油呢 其實在養蠻健康的過程中 很容易 很容易像這樣子 養到氣根發黑 這發黑 很容易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會發黑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它水胎 加盆栽 也許是不透光的盆栽 不透氣的盆栽 養久了之後呢 它就會生菌 然後你破壞氣根 然後狐狸胎氣根 一旦染菌呢 就會發黑 會壞死 雖然它有局部的發黑 但不是完全的黑 像這一條呢 就比較 這條這樣子就看起來 算比較不健康 有可能會萎縮 下面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 會萎縮 那你現在看到這一條 這一條看起來是健康的 這邊這一條 這是健康的 這一條 健康的 這樣就比 那只要健康的氣根呢 有超過 四條以上呢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再來呢 我們用上板的方式養的話呢 這些壞菌呢 它會在乾燥的時候 像我們現在乾燥 其實上面的壞菌 它是會死亡的 你把它噴濕 然後乾燥 噴濕乾燥 一天呢 早上澆水一次 幫我澆水一次呢 乾燥 噴濕完 然後之後乾燥 這些菌呢 它就會不存在 不用怕它說還會支撐 但是這發黑的部分呢 已經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呢 這株呢 我判斷 它並沒有 立即的危險性 再來呢 你看呢 這個 偶爾就會碰到像這樣子 你看花梗上面有帶葉子 帶葉子 像這種帶葉子的花梗呢 其實它並不是長高牙 它也 應該說我還沒碰過啊 我還沒碰過這種長葉子 旁邊長出高牙的紀錄 也許有的 有其他花有碰過啦 但是我沒碰過 OK 帶各位來看一下 那有些花有沒有看過這種情況呢 會以為 這是高牙 或者是 很神奇啦 就會拿來拍給各位看一下 剛好遇到了 我們就給各位看看 好 最後一株 哇 最後一株 壓到最底下 等一下 這壓傷了 這是壓傷 壓在最底下被壓傷 然後呢 上面呢 為什麼這葉子會這樣子 Q成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奇怪 這樣子看起來這株沒有什麼問題 氣根正常 你看下面不會發黑嘛 剛我們不是看到前面那有發黑的 還是有問題的 你看這邊上面的部分的都不會發黑 正常來講 應該像這樣子 不會發黑的 是正常的 OK 那 我們介紹了 看了這麼多 這個蝴蝶藍 比較有問題的 來 再複習一下 這一株 這株 OK 我找個時間了 把它列為觀察對象 列為2024年的觀察對象 就是 就是有一點發黑 上面這個有沒有看到 根部是上面 上面的氣根有發黑現象 這是沒有立即危險線 但是要觀察 因為如果你不注意 多留意的話 也許搞不好 他就死給你看 也有可能 再來 這一株 這株 這株呢 就是 之前可能被蟲咬傷 我猜是一個 耳類的幼蟲 有一種小青蟲 綠色的 他會在葉子之間 結絲 就像剛剛我們前面看到的 會有吐絲在裡面結絲 然後他就咬這種蝴蝶藍的葉子 我以前也碰過 這種蟲呢 雖然不是很致命的危險性 但是如果你的蝴蝶藍很小的話 或是很衰弱的話 這個中心葉子一直被他咬 一直咬 一直咬 也是有可能會咬出問題 咬一咬死掉的 那再加上 這一株呢 很衰弱 那個氣根很少 氣根算偏少 所以 列有觀察對象 這兩株 列有觀察對象 我找時間呢 再另外拍片 跟各位做介紹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